给我们打赏的观众 感谢各位的支持 感谢金山 感谢甜点 感谢云水 感谢David 感谢卖团 感谢各位的支持 那在接下来的华尔街联报呢 我们也是跟大家梳理了 过去24小时呢 各种和中国股市有关的 段子也好 或者是这个市场信息也好 或者是一些专家的分析 或看好或看衰 我们都囊括在其中 那华尔街联报呢 也开始连载 之前言怀这个写出 中组部这本书的作者 严怀先生的另一部 这个很有意思的一本 这个自传的回忆 进出新加坡监狱 究竟严怀先生 是带出了怎样的机密呢 究竟为什么这个严怀先生 会受到新加坡的政府机构 如此重用 为什么严怀先生 他对于中共选拔干部的 一些分析和理解 是会受到这个新加坡 这样的一个非常具有智慧国家的 非常具有智慧的领导人的 一个独特的 这样的一个重视呢 这些呢 都在这一本书 进出新加坡监狱中 所以不要错过 接下来华尔街联报的内容 明天的这个华尔街论坛呢 我们再不见不散 再来谈一谈郑山杰 再来谈一谈 伊林发这一天 中国的股市情况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大眼睛节目 随著国庆长假即将结束 内地股市准备于明天恢复交易 市场对于股市能否延续之前的涨势充满期待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 郑乍杰将于明日上午率领 四位副主任召开记者会 主题围绕如何落实 一篮子增量政策 外界对此充满期待 尽管经济学者们已呼吁 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 甚至建议打破赤字率3%的限制 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 此外近期的宽松货币政策 已经对股市和楼市产生了积极影响 市场信心逐渐回暖 而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交易日 上交所和深交所也在进行全网测试 以确保系统的稳定运行 避免之前对系统挤塞而导致的交易问题 整体而言 这一系列的政策动作和技术准备 都在昭示出中国政府对经济稳定的高度重视 市场参与者期待助财政政策 能够进一步助力经济复苏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国庆长假接近尾声 股市明日揭幕 全国投资者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一天 期待助股市能否延续此前的上涨势头 甚至出现涨停板的盛况 券商为了应对开户潮 早已忙碌起来 而户深交易所更是提前进行全网测试 以保证系统律行的稳定性和流畅度 就在此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消息 主任郑扎杰将在明日上午时时率领市民副主任 召开新闻发布会 主题为 系统落实一篮子增量政策 这无疑给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计 让人们对财政大招的出台备感期待 到在9月24日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公胜 国家精管总局局长李云泽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 已经在国庆办记者会上发布了一系列宽松的货币政策 这些政策被视为内地挽救股市和楼市的先锋 并在长价前的几天内而股持续上涨 楼市人气也有所回升 这一系列措施已经显示出选注效果 市场对于接下来财政政策的期待与预约俱增 中共政治局于9月26日召开会议 强调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 保障必要的财政支出 并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此番言论进一步催化市场对于财政放大招的期待 华夏新工级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指出 当前的货币政策放大招非常必要 财政政策必须跟上 中央应该通过增加公共项目的投资来提振市场信心 贾康甚至建计将国债发行规模扩大到4万亿甚至10万亿 这样的举动不会过度 反而是必要之指 月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也在建议中指出 财政政策理念需要进一步优化 特别是要打破赤字率3%的限制 3%的限制 他建议下一阶段可以追加年内预算赤字规模 通过蒸发国债来支持财政支出 同时他也建议对特定群体如失业大学生 农村老人 二孩子 记忆上家庭等发放现金补贴以保障社会稳定和消费能力 然而市场的运行需要更多保障 上交属系统曾因挤塞而导致订单羁压 投资者错失两机以小红书为例 很多投资者形象的将此描述为枯骨上 甚至表示要转向深交所 为此上交所敌深交所 于今日展开系统开机联通信测试 这在节后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目前一天的交易量已超过2.5万亿元 证券时报报道 这次全网测试包括了上交所技术公司 上交所讯息公司及多家券商等金融机构 模拟一个交易日的运行状况 但市场交易量不断扩大的背景下 上交所也在研究设备扩容的方案 地方证监局则靠前指导各券商 了解业务展开情况 要求确保每一个交易网络 系统和设备在新交易日之前 都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这一系列的措施 无疑是为了迎接新的交易日 切实保障市场的稳定运行 随住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 市场的变数和挑战依然存在 然而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强有力推动下 市场信心得到了极大的鼓舞 从货币政策的宽松 到财政政策的有望放大招 带到各大交易所的技术宝藏 这一束宝藏 这一切都是为了迎接股市的心声 来投资者们 则在这一片期待与希望中 等待着明天的开始终身 希望能够迎来一个红红火火的新季度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国家发展改革委 发改委 将在国庆长假结束后的首个交易日 召开记者会 引发外界对中国政府 可能推出大规模财政政策 就是的高度期待 此次会议 由发改委主任郑诈杰 和四位副主任共同出席 旨在落实一系列经济政策 以推动经济稳定增长 近期 中国一系列宽松的货币政策 已经对股市和楼市产生了积极影响 因此市场普遍期待财政政策的进一步跟进 在此前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 已经明确提出 要加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 保证必要的财政支出 以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这一背景下 郑诈杰率队的召开记者会 被视为可能推出重大财政政策的信号 经济学者普遍呼吁财政政策的及时跟进 华夏新工级经济学研究院的贾康认为 增加政府对公共项目的投资 将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 他建议发行大规模国债 以应对当前经济挑战 此外 月开证券的罗志恒 也提出打破赤字率3%的限制 通过增发国债和扩大赤字规模 来支持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 技术层面也在为这一重要交易日 做好准备 上交所和深交所进行全网测试 以确保交易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此次测试尤为重要 因为在国庆长假前 上海证券交易所 曾因系统问题导致交易中断 影响了投资者的交易体验 测试旨在确保系统在假期之后 能够平稳运行 满足日益增长的交易需求 地方证监局也积极介入指导券商 确保交易系统正常运作 以应对即将到来的交易高峰 各参与单位均基于 节前的数据进行模拟交易 以确保一切准备就绪 整体来看 此次发改委记者会 以及相关准备工作 显示出中国政府对经济稳定的高度重视 市场参与者期待从财政政策中 获得更多支持 以进一步推动经济复苏和市场活力 消费降级和内卷式消费理性的表现 更是成熟的开始 今日华尔街专栏作家 文若林 消费降级 内卷现已成为最流行的经济词语 从外媒 到国内的一二三四流经济学家 再到普通老百姓的餐桌 时刻在被提起 尽管已一年有余 但最近还有非专业的人士 对此高谈阔论 说明此话题依然还有舆论红利可想 经久不衰 其原因在于 几乎所有人的结论 都将所谓消费降级归咎于目前的经济放缓 但真相是如此吗 所谓降级是经济体制导致到偶然 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 今天所谓的消费降级 或者更严肃的说 消费的变化 并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 经济放缓当然是原因之一 但并不是主要原因 中国经济发展40年至今 大众消费行为趋向理性 才是所谓降级的真正的成因 而这样的降级 是每个成熟经济体的必经之路 而不是现在被描述成中国无尽的通缩漩涡 真正的消费降级只存在于各别领域 在近一年多中国经济放缓的背景下 消费降级肯定有 但只局限在各别领域 而不是像今天被大众传播的如此遍布经济的每一个角落 比如近年被管制的一些互联网行业 教培行业 房地产行业 及相关产业的从业人员 他们的消费 尤其是大宗消费 房子 车子 这都会收缩的 甚至换小一些的房子 减少贷款压力 这是一定存在的 因为房地产贬值 家庭缩减开支 比如孩子教育 少上一个补习班 或者选便宜一些的老师 这一定是存在的 经济状况影响更重的 可能房子车子都会降级 这也是存在的 但现在大家用来证明消费降级的大部分例子 其实不能代表着悲观的经济前景 而是代表消费者走向成熟 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 内卷即不是恶性循环 也不是中国的发明创造 内卷 在某些经济学家口中已经是过街老鼠 言必称之为中国特色的恶性竞争 不知是这些学富五车的经济学家们早已不在学习 还是沉醉在八十年代的自由之风中从未醒来 总之 世界的发展仿佛早已不在他们的知识体系中 所谓内卷 在世界的消费领域几乎是必经之路 而且这是从西方经济传来的 最近被提及最多的是中国咖啡行业和汽车行业的内卷 先说咖啡行业 其内卷的原始案例是来自美国 九十年代末 现末咖啡或精品咖啡 Premium Coffee or Specialty Coffee开始风行 星巴克看准这个浪潮 在2004年推出Reserve精品线 抢夺高端咖啡人群 而麦当劳也观察到这个趋势 在2009年也开始改造MACAFE 推出现末咖啡产品线 而麦当劳当时的策略 价格竞争是最主要的手段 以12盎司的Cappuccino为例 星巴克与麦当劳的价格对比是 USD 2.65 vs USD 2.19 北加州 2009年 因此 价格占并不是新鲜事物 也不是洪水猛兽 很遗憾 这样的废话还要在21世纪的今天进行科普 而咖啡内卷 在日本同样被复制 而且更加激烈 日本是咖啡店最多的国家之一 巨头如星巴克面临的竞争态势 并不比在中国轻松半分 日本的各种咖啡连锁也同时林立 这让店铺咖啡的竞争上已经非常激烈 但这并没让竞争停止 日本有极为深厚的饮料文化 自动贩卖机遍布角落 便利店也随处可见 因此日本的饮料巨头们很早就推出了各种灌装咖啡 与咖啡店抢夺消费者 而内卷依然没停止 便利店由于占据地利优势 干脆自己也做起了自家的现磨咖啡 价格是三种形式咖啡竞争的主要区分手段 店铺咖啡300日元上下 灌装咖啡150至200日元 便利店现磨咖啡 推出时直接将价格打在了100日元 以低价吸引顾客 都是目前中国咖啡企业 在这次咖啡浪潮中 对星巴克等境外巨头采取的竞争手段 为什么在中国 同样的竞争就成了恶性的 成了降级的 难道美国和日本的咖啡消费者 也在过去的20年中消费降级了 而汽车行业的内卷 当年不也是每日车企的经典案例吗 日系品牌在美国的崛起 不正正是低价策略的成功吗 这还需要赘述吗 要说内卷的程度 每日品牌曾经卷到每一个杯托 1992年款的本田雅阁 因为杯托太小 无法放入星巴克咖啡杯 而被美国车友抛弃 而1992年麦当劳的热咖啡案 烫伤的不仅是李贝克老人 Stella Liebeck 更烫到了全美的车企 从该案件起 多个杯托成为了美国车型的标配 The Reguer 1996年的汽车市场 福特Taurus花了50万美金 在杯托研发上 克莱斯勒在杯托上 也投入了差不多的数目 BMW在当年宣布 在欧洲的车款全部安装杯托 通用汽车的设计总监当年称 以前是拼引擎 现在是拼杯托 以上这些内卷的历史都是MBA经典案例 难道我们的经济学家都不记得了 还是选择性忘记了 再来说说这一轮的中国汽车行业的降价潮 首先 如果我们正是事实 则不难回想 2021年以来 国内的汽车价格战 其实是由特斯拉揭开大幕的 当时特斯拉在上海工厂顺利投产后 认为自己的行业位置稳了 而其他的中国品牌还没稳固市场 一拉价格战就能摧毁他们 可惜事与愿违 同时也是特斯拉自身判断错误 特斯拉低估了中国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接受程度 疫情期间 比亚迪 小鹏这些本土品牌迅速拿到了市场份额的基本盘 有了一定的规模效应和毛利空间 从而允许他们有了降价死磕的能力 所以特斯拉打响价格战后 反而把自己拉出问题了 因为这些中国本土企业不但没被拉死 反而更加拼命了 无限下拉价格 而特斯拉作为美国企业 它的先进生产能力建立在高成本上 无论是管理 销售 研发的战线都比中国本土企业拉得长 成本自然高 所以价格战打了一段时间 它也不敢再打了 而且赶紧采购中国电池 降低成本 相反 这两年的价格战 把中国市场其他传统油车拉死了 但腾出来市场份额 却被中国本土品牌瓜分了 特斯拉自己并没大幅受贿 这就是中国汽车市场卷的真实背景 跟什么这一波经济放缓没什么关系 即使在经济上升期 该卷还会照样卷 我们必须明白 相对今天的西方企业 中国企业的内卷实际上是行业具有活力的表现 西方大部分成熟经济体在没有新动力 新技术及新企业进入市场的情况下 早已卷不起来 而未来 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内卷发生在越南 在印度 在印尼 甚至在尼日利亚 到那时 消费降级的论断会显得那么的肤浅 中国经济走出镀金时代 进入理性消费 19世纪末 美国的镀金时代 非理性消费也充斥着全社会 电影伟大的盖茨笔 里面各种华丽的装饰 奢侈的消费 就是美国当年镀金时代的真实写照 而经历了镀金时代 一战 1929年的大萧条 美国经济恢复 但美国社会的消费观并没有回去 而是进入了成熟的理性消费时代 日本在80年开始的泡沫期 也是其镀金时代 每个中产家庭都疯狂投资房地产 收入高的家庭持有多个房产 为各种生活目的布局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在很多日本的风景区 都有多泡沫破裂后 被荒废的度假式房屋 这些房屋当时是热门标的 现在成了废弃房屋 长满杂草 而今天的日本 消费理性 甚至过分理性 闻名世界 同样的镀金时代 也发生在70年代末 1998年之间的香港 至今香港人都念叨着 那是鱼翅捞饭的年代 毫不夸张 当时很多人是真的经常吃鱼翅捞饭 每星期数晚 泡在大富豪 中国成业总会 夜夜升歌 直至1998年 亚洲金融风暴 香港经济受到重创 经济一落千丈 但此后 香港经济开始恢复 直到疫情之前 香港经济依然不断增长 但香港社会的消费观念 并没有回到鱼翅捞饭 而是进化成了理性正常的性价比 为主要底层逻辑的消费观 也意味着香港的镀金时代结束 过去40年间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各种财富积累异常迅速 也形成了消费的镀金时代 政府可以盖各种令人择舌的公用建筑 造成大量的浪费和腐败 另一边乡 个人消费者也毫不逊色 八 九十年代的批文富豪 两千年以后的互联网新贵 房地产新贵们 豪宅 豪车 奢侈品买买买 毫不手软 饭桌各种美食美酒 也毫不吝啬 而今 这场经济放缓 让中国的镀金时代 戛然而止 消费者开始学着寻找各种性价比高的平T 平价替代品 利好的是 在供给端 中国的制造业 今天已经可以为市场提供高质价廉的优秀产品 这使得向平T的转移 正是成为了消费成熟的大事 比如 前一段时间顶泰峰推出中国大陆 是百分百消费者成熟的表现 而不是消费能力的不贷 鼻者也去过顶泰峰多次 包括台北总店 从来不觉得好吃 当然这是主观感觉 顶泰峰菜单选择少 价格高 而今 中国有这么多制优价廉的美味餐厅 年轻人 为什么要吃顶泰峰这么低性价比的餐厅呢 这与降级显然是毫不相干 消费观成熟理性 注重性价比 这正是人类发展的进步表现 而不是经济悲观的预期 这也是每个成熟经济体都必须经历的过程 中国正在经历第一次彻底的消费者世代变革 由于历史的原因 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后才接触到消费这个概念 因此40后 50后 60后 以及70后 甚至80-85后 都挤在了过去40年中 一起建立了相似的消费观 而今天85后 90后 00后的消费观 是不是价格敏感度的变化 观念上的变化 他们脑子里没有中国商品 曾经代表劣质的时代记忆 他们成长在苹果手机 三星手机 在中国制造的年代 所以新的一代消费主体 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消费习惯 今天的中国年轻人 脑子里不是去判断国产 进口 他们只判断质量 美观 性价比 这些理性的标准 这也是 我们现在看到 中国的国产品牌 在汽车 手机等一众消费品上 已完全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原因 最近 日本的ABC烹饪学校 关闭中国内地所有分校 烹饪学校 就是时代变革的被抛弃品 不光因为视频时代美食节目如此发达 在手机随时可以找到任何所需的烹饪知识 更重要的是 新一代年轻人 对烹饪的需要是碎片化的 不是系统化的 只要有一个菜肴的需求 就可以在手机上找到 而不会去花大快时间 去烹饪学校 学习一整套烹饪知识 这才是ABC倒闭的原因 这与经济放缓无关 这种世代变革 也反映在年轻人消费品味 产生的质的变化 最近茅台的销量下降 被归结为消费降级 但只要这些年 在中国 有过聘用90后年轻人经历的雇主 都会察觉 新一代的年轻人 对喝酒的积极性 远差于70后及80后 茅台是长在70后 80后的脑子里的 但它并不在90后年轻人的记忆里 所以 茅台也好 白酒也好 今天遇到的困境 是经济放缓导致的商务宴请需求下滑 与年轻一代 并不如前几代人一样 喜好白酒的叠加原因导致 实际上 另一边乡的红酒 过得更不好 中国的红酒消费量 从2017年触顶后就开始以每年约15%的速度逐年下滑至今 现在已回到了2006年的消费水平 这显示出 新一代对酒精的不积极 在多年前已显露 并且显然很顽固 并不是一时之选择 这就是消费群体世代变革的彻底改变 而不是今天经济放缓的后果 今天太多的标榜自由价值 为社会感言的自媒体 主持人 在传递貌似很符合大众口味的信息 这些观点听上去很过瘾 举的例子 都是一些全市老百姓发牢骚的俏皮话 民间讽刺社会的金句 分析起来很解气 很顺应 目前大家对现状不满的悲观情绪 这当然都是无可厚非的 经济放缓 社会应该有发泄渠道 但作为经济议题的分析 最重要的是尊重事实 且需要用专业、严肃的态度 而不是被价值观或固有认知事先主导 每一个成熟经济体的消费者 都会走向理性消费 但都没有被标签为消费降级 美国人买McCafe的拿铁 没有被称为消费降级 日本从50年代以前使用欧洲车 到80年代全面使用日本车 价格变便便宜了 但也没有被称为消费降级了 更成为了民族主义 对国产消费品提供正面作用的典型案例 那今天 中国的消费者开着国产电动车 使用着华为手机 喝着瑞幸咖啡 就不应该是简单的消费降级 而是中国消费市场走向更加成熟 更加理性的利好开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自主研发的C919客机 这款飞机被视为对抗波音737和空客A320的竞争者 虽然C919的首航充满期待 但市场却对其产生怀疑 尤其是该机型的部件大多依赖美欧进口 让人质疑其中国制造的真实性 我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飞行者 最近搭乘了这架新型客机 并将分享我的飞行感受 从登机的瞬间开始 C919就给人一种熟悉的感觉 内部设计与A320颇为相似 但座位配置却提供了额外的腿部空间 虽然机舱内缺乏个人娱乐系统 乘客们却能享受到免费的热餐服务 这在短途飞行中绝对是一个惊喜 在飞行的过程中 我注意到一些人对于C919的噪音和行李舱空间提出了疑虑 但就我个人而言 这次旅程的平稳性和舒适度都令人满意 随着飞机平稳降落在上海 这次乘坐C919的经历似乎并没有让人感受到太大的不同 然而C919的成功与否不仅仅取决于乘客的即时体验 还需要在全球市场上证明其可靠性 COMEC面临着挑战 必须在未来赢得更多国际航空公司的信任 才能真正将这架飞机打造成中国航空业的中流砥柱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乘坐中国自制的大飞机C919究竟是什么样的体验 CNN记者Steven Jung说 作为一名航空爱好者 我飞行的里程数已超过100万英里 曾搭乘全球众多航空公司航班 多次从北京飞往上海 然而 这个星期四的早晨 当我再次准备搭乘航班时 却有了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 因为这次的飞机是中国国航的C919 C919被誉为中国版的A320 这架由中国商飞 COMAC制造的飞机 是中国第一款自制大规模客机 经过多年的研发和延迟 这架双引擎客机 于2023年5月由东方航空首次商业飞行 作为全球航空业的潜在变革者 C919被视为波音737和空中巴士A320的竞争者 尽管获得了超过1000份订单 C919仍然面临怀疑者的质疑 他们认为该飞机的中国性不够 因为许多关键部件如引擎和飞行控制系统 都是从美国和欧洲进口的 对于我这样的航空迷来说 这些争议并未削弱我对搭乘这款全新飞机的热情 毕竟 目前仅有少数C919在中国大陆的天空中飞行 它是我期待已久的飞行体验 当我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闸口看到这架C919时 心中难掩激动 从远处看 它与A320有些相似 鼻尖更圆润 机身弧度明显 然而 仔细观察 C919独特的驾驶舱窗户和一间设计 还是令人印象深刻 踏上这架崭新的C919 我的第一印象是 它竟然与A320的内部设计极为相似 还留有一丝新飞机的气味 国航选择了相对宽敞的配置 这架飞机仅配备158个座位 提供8个头等舱和150个经济舱座位 在这个乘客如牛群般拥挤的时代 任何额外的腿部空间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提前预定了紧急出口座位 对于腿部伸展的空间颇为满意 这里的空间甚至比国内的头等舱更为宽敞 作为一名身高180厘米的乘客 我能轻松的将腿完全伸展 脚几乎不会碰到前方座位 机舱内部其他方面看起来 则属于常规设计 每个座位都有独立的空调喷嘴 经济舱的乘客还能使用折叠设备支架 适合放置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座椅本身采用嵌薄设计 这种设计在航空公司中越来越受欢迎 因其能将更多的座位排列在机舱中 但在这次短途航班中 国航提供的免费枕头缓解了潜在的不适 我将枕头放在身后以增加舒适度 每三名乘客共用两个充电插座 支持USBA和USBC插头 这架C919的航程可达5555公里 约3500英里 但国航似乎依赖乘客自备飞行娱乐 每个座椅背后都有放置杂志的空间 和个人物品带 但没有个人显示屏或WiFi 下拉屏幕上的节目似乎没多少吸引力 这也许就是设计折叠设备支架的原因所在 当飞机滑行至跑道时 空乘人员在起飞前的讲话中强调了飞机的型号 今天您乘坐的是国航C919飞机 这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架大型客机 乘坐这架C919 我对飞行的期待得到了满足 虽没有太多惊喜 但也无可挑剔 国航即使在短途航班的经济舱中 也提供热餐 今天的飞行时间为1小时40分钟 在登机前 乘客座椅带中已放置好瓶装水 而我选择的煎蛋早餐搭配酸奶和巧克力 味道完全可以接受 后舱两间经济舱厕所被设计的明亮而宽敞 这次航班中的清洁和物资补给也很到位 厕所内还配有一帽沟 相较于最新版本的A320或B737上的厕所 C919的厕所拥挤感更少 当上海的高楼大厦在云海中逐渐显现时 我们的飞机开始下降 驶向虹桥国际机场 坐在靠近引擎的窗口座位 我想起了网上对C919的两大主要吐槽之一 引擎噪音 每个人对噪音的耐受程度不同 但我并不觉得这比乘坐普通的波音或空八窄体机时更吵 另一个吐槽则是头顶行李舱的空间不足 虽然C919并未在行李空间比赛中获胜 但这次满座的航班上 每位乘客似乎都能将他们的手提行李妥善放置 飞机提前40分钟平稳降落在上海 机舱内没有响起掌声或欢呼 这在中国的航班上并不常见 下飞机后 我注意到更多的乘客 也许是航班上关于中国制造飞机的宣布提醒了他们 纷纷拿出相机拍摄C919的照片 这是一段平稳无视的旅程 尽管路上有些小颠簸 大多数乘客 包括我这样的频繁飞行者 可能并未感受到C919与常见的A320或B737 在飞行体验上的显著差异 从乘客期望的角度看 这次C919之行在安全和舒适方面都获得了不错的评价 对于旅客来说 他们通常不会根据飞机型号来选择航班 除非有充分的理由 例如最近几起涉及波音飞机的事件所示 中国商飞 COMAC在C919的成功上寄予厚望 这也是中国政府努力提升关键产业 并减少对西方技术依赖的策略之一 然而 撇开地缘政治和民族自豪感 要让客机项目飞得更高 分析人士指出 COMAC需要向潜在运营商证明C919的可靠性 尤其是在东南亚、非洲和其他新兴市场 因为美国和欧洲的快速认证尚未到位 如果更多乘客能在C919上获得非凡的频繁体验 COMAC或许能将其飞机从展台明星转变为中国 及其他地区航空公司的主力 这将不仅是技术和制造能力的证明 也是中国航空业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力的提升 随着时间推移 C919或许能成为全球航空地图上的一颗星星 让中国飞机不再仅仅是中国制造的象征 而是真正融入到全球航空业的竞争中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C919是中国航空工业自信的一大步 这款客机显示了中国在高科技制造业的进步 我们不应忽视它的潜力 当年像波音737和空客A320这样的机型也曾面临质疑 然而他们都最终获得了全球市场的认可 C919也有可能走上同样的成功之路 只需时间证明其性能和可靠性 哎呀 楚天书 你是不是忘了C919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的国产呢 这架飞机的重要部件 比如引擎和飞行控制系统 都是进口的 所以 说它是中国的完全自主研发产品有点夸大其词 再说了 面对波音和空客这样的巨头 它能在全球市场上找到立足之地吗 我看还是别太乐观 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 进出新加坡监狱 即近年来在中国的异端并赴体无常识 本书是作者七年前出版的自传 进出中组部 简称前者 许篇 分上卷、下卷及附录三部分 上卷在浓缩前者荆药后 首次披露 作者在新加坡超为领袖做上宾 目前领域间谍犯 突遭秘密逮捕 秘密关押 秘密释放 秘密监视 秘密驱逐全过程 以及大量原始文件 作者被单独囚禁在 只观其一人的政治犯秘密监狱 孤独绝望 身心煎熬 曾想自杀 最终重新坚定意志 保持人格尊严 作者以真实、客观、细腻的笔触 以勇于担当 人人褒贬心态 披露中心两国保密27年 不为诗人所知之密心 下卷 详书作者自2018年 回中国定居后的异端经验 作者已边年始行事 继续过去六年 被戏称社会运动家的作者 与左中右翼学人 正产学三界精英 上中下各端人士 各类被监控人员的各种各类研讨聚会 许多作者主持的抗争事件 和发起的联署公开信 以及必不可少的各级警方的严密管控等等 典型事件 是中共二世大后 一世建学 公开上书总书记 要求澄清闭幕式事件 附路体无常识 是作者八十人生之思想结晶 思考总会 也是前者于本书 两部自传客观实录中 有迹可循的价值理念 分为政治、社会、思想、生活、自己 短文六类一百余条目 某些原创思想 如善商、领袖不能三期开 无三观只有价值等颇具心意 读者可能对某些体悟不深认同 但常如作者所说 此乃便老翁一生所感 意图为快 封笔之作 了却夙愿 无怨无悔 本视频包含该书 上卷 秘密进出新加坡秘密监狱 序幕的内容 序幕 座上宾请客轮为阶下囚 序幕 座上宾请客轮为阶下囚 时间 1997年5月19日22日 地点 新加坡共和国张仪国际机场 人物 盐怀 中国公民 新加坡永久居民 简称PR 俗称绿卡 五年前 由新加坡二号领袖 原副总理 县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主席吴庆瑞 聘请为研究员 复兴工作 两年前 由新加坡一号领袖 原总理 县资政李光耀 安排至英文海峡时报 任专栏作家 时间 短期去中国看望生病的太太后 只身自北京返回新加坡 已继续工作 在新加坡机场竟然突遭秘密逮捕 当时记不清 这是五年来第十几次飞抵新加坡继续工作 后来才知道 那可能是毕生的最后一次 工作也不再继续 现在更明晰 外国永久居民并非永久 无论是过去自愿放弃的法国绿卡 和那次被强制剥夺的新加坡绿卡 还是现在拥有 将来可能放弃的美国绿卡 只有我的中国公民却是 却是天生的 永久的 1997年5月19日16时时分 新加坡航空公司 SQ801班机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起飞 六小时后的22时25分 按新航的惯例 准时安全降落在新加坡共和国的张仪国际机场 我按个人惯例仍在原座位休息 冷眼旁观其他旅客 手忙脚乱抢下行李箱 原地起立罚站 在狭窄的过道排队 缓慢前行 待乘客快走完 我照理轻松取下手 拉小行李箱 从中的最后走出机舱 走在旅客队伍的最后面 因为绿卡入境较顺利 即使早入境 也要在领取行李的大厅里 焦急不耐烦地等待拖运行李 我缓步在通往入境大厅的走廊里 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两个华人拦住我 用华语说 我们是便衣警察 请靠边少庭 需要检查您 新加坡的正式工作语言是英语 我半惊讶半调侃 你们警察真是独具慧眼 一眼就认出我不懂英语 只会华语 抱歉我眼桌 怎么也看不出你们像警察 请出示证件 不过你们挺客气 有点警察风度 我便说便随二人靠到墙边 他们突然好像不懂华语了 或者顺势师从师语 根本不搭话 我身旁走到边的墙上 刹那间神奇地打开一扇隐蔽的小门 两位便衣一拉一推 不由分说地将我迅速弄进一间小屋 更迅速地关闭那神奇小门 空空荡荡小屋没有窗户 只有暗淡的灯光 室内空无一物却有另外两个大火人 我使劲挣脱他们的拉拽 大喊大叫 你们什么人 为什么绑架我 四位便衣齐刷刷的都亮出警察证件 我顿时安静下来 圆躲在屋内 年纪较大 头目模样的便衣开门见山 询问我三个是否的选择题 此后的对话皆用汉语进行 一 是否在飞机上遇到认识您的人 二 是否有熟人已来机场接您 三 是否有朋友今晚去家中看望您 我爽快 你们现在倒更加礼貌客气了 抱歉 让你们失望了 三个都是no 我的全部否定答复 似乎使他们松了口气 走 去拿您托运的那件大行李 我惊讶 你们对我此行真是了如指掌 还知道 我有件托运行李 我交出行李票 我离开中国的家已经十小时了 太累了 你们拿这个票自己去取吧 我在这儿等着 便说便在墙旁洗底而坐 便一迅速拉起我 成百上千的行李箱 我们又不认识您的 凭着小票我们怎么找呀 我自作聪明 你们去两人到取行李大厅 最后没人拿的就是我的 另外两人在这里看守我 便一头目 别废话 没时间与您啰嗦 快走 他们不由分说前后左右挟持着我 从小屋的另一扇小门 经过空无一人的专用走廊和专用电梯 把我和我的小行李箱 带到机场的地下行李转运大厅 我经历过数百次托运行李 但从未到过这种地界 好奇地四下张望 咱们这里全是马来人和印度人 占新加坡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华人 竟无人愿干这种高工资的搬运工 奇怪 美国尽管行李搬运者黑人居多 但也有白人呀 事后从审讯者处得知 夏文凡事后得知 为作解释者 皆来自我被秘密拘留一个月 被正式判刑两年后 友善的审讯者提供的信息 华裔搬运工被借故清场离开 新加坡政府为了不走漏风声秘密逮捕我 绞尽脑汁天衣无缝 此极专业精神 在成百上千的行李堆里 千辛万苦好不容易的翻找出 我的那个用彩色行李带捆绑的大黑行李箱 随后传送带才开始运行 向楼上输送其他行李 当时我心存歉意 对不起通缉的乘客了 你们为我而耽搁取行李的宝贵时间了 至少晚回家半小时 但仗要算在乌龙的新加坡警方身上 早知如此 你们真应该为我让路 让我第一个下飞机 事后得知 上周离开新加坡去中国时 历来准时的新航也因为我的行李 而破例延迟起飞了 与我两次同机 往返中国与新加坡两地的乘客 都无辜倒霉的 因我而耽误了宝贵的旅行时间 二十五年后 我真诚地质疑忠心地道歉 迟到的正义是否还是正义 法学节力来争议 但迟到的道歉 却表达我的诚挚歉意 便衣警察说 要另聘密时仔细检查 两位便衣兵分左右陪伴引领着我 另外二人拉着我的大小两只行李箱 紧随其后 原来以为只是例行临时检查 抽查到我 现在看来不像 极可能是情报错误 或者出于误会 我被当成是运毒贩毒 或走私文物的嫌疑犯 心想 哼 号称工作严谨 一丝不苟的新加坡 竟然也展现此等低级错误 明天回到贡之的海峡时报 一定要写点什么 讽刺贵国贵警察一下 已结我心中怨气 频繁走夜路 难免遇到鬼 我经常在世界各地旅行 在欧美已偶尔经历类似状况 算我倒霉 不过是耽误些时间而已 所以仍然轻松自如 路上我还不忘调侃 您们检查后 要出具官方正式证明 某公因配合政府公务 被占用若干宝贵时间 据此 明天我可以睡懒觉 下午再上班 上班族皆知有新事价值可贵 便衣们都板着后娘脸 不苟言笑 我继续打趣 都说新加坡人缺乏幽默感 果然如此 贵政府不是提倡警察微笑执法吗 都放轻松点 仍然无人搭理 我自讨无趣 只好闭嘴莫言 行内部走廊 乘内部电梯 直达机场大楼顶层 沿途未遇一人 再经过空档昏暗过道 我被带进一间门口 有腰间配枪的制服士兵守卫 面积约50平米的大房间 窗帘紧闭的室内 灯火通明 与灯光昏暗的走廊反差极大 强光刺得我眯起双眼 待睁开眼睛才看清 两台摄像机和几架照相机 从四面八方不停地对我摄像和拍照 十几个制服警察和西装革履围围拢过来 我此时方觉问题严重 但因未来任何可疑物品 仍不以为然 一屁股坐在房屋正中间 应该是为我准备的唯一的椅子上 在半小时认真仔细地翻箱及搜身后 当然毫无斩获 我翘着二郎腿坐在靠背椅上 语气强硬地说 都玩够了吗? 该完事了吧? 太晚了没有出租了 贵方应该开车礼送我打道恢复 突然 一位年长些 长官模样的西装革履 从公文包中拿出一张纸 两个强壮的制服警察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事驾起我 长官轻轻嗓子 先用英语 后用华语高声朗读 根据新加坡内部安全法 新加坡共和国内部安全局局长 下令以间谍罪拘留严怀先生 立刻押赴内部安全局监狱 我当即严正抗议 表示冤枉无辜 声称肯定是误会 同时要求出示拘捕文件 西装严厉地说 没有拘禁文件 新加坡内部安全法授权行政部门 可以为国家内部安全 不经司法部门审批拘禁任何人 强壮们不由分说 将我背过双手 锁紧手铐 盲上眼罩 压制地下车库 推进囚车 驶出机场 如此 我在新加坡突然被秘密警察秘密逮捕 秘密囚禁于秘密监狱 而后又突然被秘密释放 秘密监视两个月秘密递劫出境 此秘密被新 中两国保守超过四分之一世纪至今 在刺耳常名的警笛声中 在两眼七黑的囚车里 令我不禁回忆起过往52年的人生经历 及我回忆录 进出中族部 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 前十二章 1945至1997年跌宕人生的浓缩版 以及本书上部第一至第四章的内容 尽管增补些许新内容 但读过 并还记得我第一部回忆录者可从第五章奇度 感谢各位的关注 敬请期待 下一期 该书第一章出生到大学毕业的内容 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再保你获得全面的新闻资讯 然而 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数据 更重要的是将它们串联起来 我将分析多方视角 和六度解析 共同探索头条背后的故事 你通往深度理解的旅程 从这里开始 不要只是阅读新闻 要解码新闻 理解新闻 活出新闻 这一切 尽在六度解析 立即订阅 不错过任何真知灼见 一切